大虎犹豫片刻后定下决心 决定以生命报答大帅的厚恩 他大骂胡维庸是王八蛋 承诺自己不会给大帅丢脸 也不会给自己丢脸 文庸遵命 小明王身为傀儡 担心性命不保 因此近来昼夜不眠茶饭不思 他小心翼翼地请求不去精灵 但被大虎严厉地眼神吓住 又经身边之人眼神提醒选择妥协 不去 反正现在天下都是住院张的了 住哪儿不一样 都住在如来佛的掌中 一行乘船顺将扬帆东下 小明王满腹忧虑毫无食欲 大虎在得到允许后大口吃喝起来 贪婪程度就如同这是最后一餐